第一階段的公費流感疫苗已經開打 今年高端是首度加入了公費流感疫苗行列 不過卻引發不少爭議 甚至有出現巨打潮 針對有蘭英立委 質疑說高端的流感疫苗 臨床試驗資料不完整 對此石耀署是回應強調 高端查驗登記都符合法規 而且綜合韓國 還有臺灣的臨床試驗結果 確定高端流感疫苗的有效性 跟安全性是沒有問題 白症就能預防流感病毒 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已經開打 包括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等十一類對象 台北市聯誼養蜜院區嘉醫科門診公告 十八號接種的流感疫苗廠牌是高端 有不少長者到醫院里慢性病 連續處方間順便打流感疫苗 衛福部疾管署今年總共採購約七百萬劑流感疫苗 包括國光 塞諾菲 東陽級高端等四家廠牌 高端則是首度加入公費流感疫苗行列 不過卻引發不少爭議 甚至出現巨大潮 除了部分地方政府禁止高端進入校園 也有藍營另一位質疑 高端流感疫苗臨床試驗資料不完整 無法讓民眾信任 對此食藥署回應表示 高端的查研登記都符合法規 食藥署強調綜合韓國及台灣臨床試驗結果 確定高端流感疫苗可支持療效及安全性 銜接性試驗評估也顯示 沒有族群差異的疑慮 至於高端申請審查的資料 根據鑰匙法規定屬於營業秘密資料 因此不能公開 記者 賴水民 蔣龍翔 吳家寶 台北報導